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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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小朋友 現在文明 越來越進步 那小朋友其實最常見 也最嚴重的疾病 就是過敏了 那我們 在過敏的疾病裡面 常常有提到 就是過敏三不曲 如果 大家可能覺得自己爸爸或媽媽 有過敏的體質 那小朋友一開始出生 大家會覺得 小朋友一開始的症狀 還沒表現出來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 還沒辦法觀察 然後但是 通常過敏的三不曲 是隨著年紀的增長 慢慢的出現 也就是說 一開始會有 異味性皮膚炎 接下來會有 過敏性鼻炎 那如果再嚴重 然後之後就會在 五到七歲的時候 會發展成 那個氣喘的症狀 所以這就是我們常常講到的 過敏三不曲 而且在醫學上的研究就是 如果 爸爸或媽媽 其中有一個人 有氣喘或是過敏的體質的話 小朋友的機率就相當的高 大概有一半以上 那如果 爸爸跟媽媽都有的話 那大概七八成 小朋友應該就是過敏的體質了 然後 那至於 預防過敏要怎麼樣去做呢 那我們可以從小朋友 還在嬰兒的時候 開始講起 那媽媽在懷孕的時候 有些 就要避免吃一些 像奇異果 芒果 花生 這也容易引起過敏的食物 然後而且 現在有一些益生菌 可以讓孕婦來吃的時候 然後可以在產道裡面 調整他的T細胞 所以 有些研究也可以證明說 孕婦在使用這些益生菌 可以幫忙 小朋友出生以後 可以降低他過敏的體質 然後接著呢 小朋友出生了 要怎麼樣預防他過敏呢 再來就是 大家一定會叫 大家都會聽到說 盡量鼓勵要餵母奶 因為餵母奶 母奶是人的奶 所以跟自己的小朋友的 那個 抗原還有他的相和性是最高的 那相反的我們 除非是母奶沒辦法供給的時候 我們才會去用牛奶或者是羊奶 那 羊奶跟牛奶 哪一個比較好呢 就是其實 其實都沒有比母奶好 因為他都是一種一個動物的 一個奶粉 然後 而且中間還要經過一些加工製造 高溫消毒 所以他在保存 即使保持著無菌 或是他的品質是好的 但是他的相和度 還有他的營養性 絕對比不上我們自己的母奶 然後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使用母奶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媽媽跟小孩子的相和度 可以降低小孩子過敏的幾率 所以我們如果一出生 就暴露在很多各種的食物的刺激之下 那這樣小朋友過敏的體質就會提早被誘發 我記得特尹 請問一下 好 好